我经常都觉得我活在很快乐很幸福的世界里 这个不是自我催眠 我只要有清净的三泉水可以喝 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幸福就这么简单 我只要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 就觉得很幸福 有自然农法的食物可以吃 就觉得很幸福 能够吃得薄 穿得软 能够有个地方遮风避雨 够了 够了 其他都是多余的 多余的就可以分享 分享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要幸福真的很简单 心灵的富余 心灵的富有 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良心 丧失了最宝贵的神圣生命 所以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舍本琢磨 怎么样 怎么样 让我们的生命 觉醒过来 迈向高等的心灵 学好优质 传统文化 进一步练习的去做 你的生命 品质 就会逐渐的提升上来 希望大家好好地栽培自己 真的不是做给别人看 不要再去愿东愿西 愿天愿地愿父母 那些抱怨 真的 没有用 只是在浪费生命 好好的栽培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 栽培自己 你要靠自己 好好的扎根 希望大家学会做生命的主人 改变心态 改变命运